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弄错了体检报告 我叫李思彤 妹妹叫李斯文 我们两个身高长相差不多 名字只差了一个字 而那份肝癌报告正是属于妹妹的 回到家 我既高兴又难受 高兴的是自己没病 难过的是妹妹得癌了 躺在床上不知道怎么跟爸妈讲 隔着一扇门 我听到大门传来嘈杂声 是爸妈回来了 我正准备喊他们 就听到令我无比震惊的对话 爸爸兴奋地说 斯文 刚看到你奶奶的那栋楼了吧 一个月光房租都能收二十万 等你姐死了 就是你的了 妹妹不耐烦道 赶紧死 每天陪校伺候李思彤那个贱人 我都烦死了 妈妈安慰妹妹 宝贝 别着急 把你截哄开心了 让她把房子过户给你 你这辈子就不用愁了 我心头一紧 原来爸爸带妹妹去看了奶奶的楼 五岁那年 我和奶奶去菜市场买菜 被人贩子拐走了 直到十五岁才被找回来 为了弥补我 奶奶把爷爷留给他的一栋楼 过户给了我 为了感谢老天爷把我找回来 也为了帮助更多被拐卖孩子的家庭 他将每个月二十万的房租 全捐给了寻找走失儿童的慈善组织 打算等我大学毕业后 再把房租打给我 奇怪的是 奶奶对我的宠爱 竟然招来了爸妈和妹妹的嫉妒 我被找回来后 爸妈都不正眼瞧我 偏心偏到了屁股眼 家里炖汤 第一碗一定是妹妹的 家里吃饺子 妹妹吃肉馅 我吃饺子皮 两人有事没事 就抓着我一顿打 妹妹更无语 经常偷奶奶给我的钱 反过来冤枉我偷她的压岁钱 害我又被爸妈打 原以为我快死了 他们良心发现了 开始对我好 我还颇为感动 原来是装的 我的死只是他们敛财的工具 我悄悄打开门 走到客厅 正准备跟他们撕破脸 闻到一股浓烈的香味 我妈有些惊讶 殷勤地指着桌上的炸鸡和薯条 乖女儿 你在家呀 来快吃 妈特意给你买的 妹妹谄媚地举着一根薯条 往我嘴里塞 姐 张嘴 啊 我冷笑 没张嘴 想起小时候 我吃一块粉蒸肉 都要被妹妹嘲笑胖还吃 爸妈也跟着笑 心里一阵心酸 我爸提着一大袋螃蟹和虾说 你妹吵着要给你做红烧螃蟹 我这个老爸还得借你的光 才能吃口 你妹对你可真好 呵呵 肝癌患者最忌讳吃油腻食物和海鲜 他们这是巴布的我早点死啊 我心里窝着一股火 好啊 既然你们没良心 就别怪我心狠手辣 我张大嘴一口吃掉了妹妹 送到嘴巴的薯条 发出满意的声音 嗯 真香 拉开椅子 我坐在餐桌前 左手炸鸡 右手薯条 吃得满嘴都是油 爸爸 妈妈 妹妹三人就站在我面前 看着我露出满意的表情 我举起薯条 抬手对李斯文说 啊 张嘴 李斯文愣了一下 用力咬下薯条 露出夸张的笑 娇媚道 姐姐喂的 格外好吃 虚伪 我内心一阵反感 忍着恶心 又亲手为妹妹吃炸鸡块 我一块 她一块 不到一个小时 一桶鸡块被我们俩消灭得干干净净 我一点是没有 半小时后 李斯文在洗手间不断传来呕吐的声音 爸妈紧张地跑过去 三个人在洗手间的悄悄话 被我听得一清二楚 怎么那个小贱人没事 你倒是吐了 她该不会是装病吧 李斯文一边吐 一边含糊不清地说 可能是我最近减肥 没怎么吃油腻的东西 一吃就吐 她那么蠢 怎么可能装病 体检报告和癌症确认书 我们都看了呀 我妹十分笃定我得癌了 大概是她真的想我死吧 可惜要死的人是她不是我 等他们一家三口从洗手间出来 我眉头紧锁到 爸妈我想卖楼凑手术费 三个人一阵惊慌 让我不要冲动 现在房地产不景气 你卖什么楼啊 就是啊 姐别乱来好吗 你要是缺钱就跟爸妈说 我们给你 行 要的就是这句话 我心里暗爽 嘴上还推脱了一下 爱 我怎么好意思花爸妈的钱 李斯文连忙坐在我旁边 紧紧攥住我的手 都是一家人 说这种话干嘛 对吧 爸妈 爸妈点头如捣蒜 马上凑了十万 给我治病 看到手机短信的入账通知 给我高兴的 差点就叫了出来 妹妹得挨我发财 这计策通 我越想越兴奋 晚上绝也不睡了 搜索了一晚上肝癌的治疗方法和费用 一早起来 我变卦了 坐在餐桌前 面对一桌子的红烧猪脚 东坡肉 我唉声叹气道 医生说化疗还要不少钱 想想还是得把楼卖了 爸妈又急了 让我千万不要卖楼 还差多少 我们去凑 我叹口气 比了四个手指 保守估计四十万 刚给我家玩菜的妹妹猛地拍了下桌子 跳了起来 医院是不是坑人的呀 哪要那么多钱 不知道啊 无底洞啊 我边说 边用手背擦了一下根本不存在的眼泪 爸妈一个劲地劝我别多想 他们没多说什么 把家里两台车子都卖了 又给了我四十万 拿到钱的那天 我故意跑到李斯文面前掉眼泪 实则炫耀 都说患难见真情 小时候还以为爸妈是故意把我弄丢的 没想到爸妈这么爱我 一下就给了我五十万 李斯文嘴角一扯 手指抓紧了床单 轻易地揽过我的肩露出尴尬的笑容 那是当然 爸妈爱你 我更爱你 晚上 我就听到他跑到爸妈房间发火 你们是不是不想李斯同死 给那个小贱人花那么多钱 我呢 我才是这个家唯一的公主 爸妈连忙安慰 对那个小贱人好 都是为了那栋楼 你又不是不知道 当年 还不是你一句话 不喜欢姐姐 我们就把叫人贩子 把他拐走了 我的心咯噔一下 原来 当年爸妈是故意把我扔掉的 就因为李斯文一句不喜欢 就能把我丢了 这真的是我亲生父母吗 很好 看我怎么玩死 你们一家三口 我上淘宝 买了一款超级显白的粉底液 看视频学了一个多小时 死人妆怎么化 每天惨兮兮的 衣服不换 早也不洗 一出卧室就叹气 脸上一点血色也没有 看起来好像随时要挂了 爸妈和妹妹嘴上说着关心我的话 嘴角上扬的 BK47都压不住 有意无意地问我 治疗效果如何 实际上就是问我什么时候死 我忍痛故意扯了几根头发 递到李斯文面前 瞧 刚开始化疗就掉头发了 别担心 姐姐 你肯定能活下去的 妹妹脸上是止不住的喜悦 没关系妹妹 借你急眼 我肯定能活下去 一个月后 对着一桌子炸鸡烤翅 我筷子都没动 宣布放弃治疗 医生说了 我最多只能活三个月 太 太惨了吧 李斯文语气昂扬 丝毫不觉得我惨 细眼得可真烂 我轻轻嗓子 发出虚弱的声音 对了 奶奶留给那栋楼 我想过户给妈妈 空气陷入一片安静 爸爸和妹妹的脸色 一下就黑了 妹妹挽起我的手臂 故作亲密 喂 为什么是妈妈呀 姐姐 我对你不好吗 你直接过户给我呗 反正就算给妈妈 妈妈早晚也给我 这个时候 妈妈的表情最为有趣 从一开始的意外到惊喜 到现在的复杂 她双手交叠在一起 坐立不安 半天说不出一句话 报复敌人最好的方法 不是一一击杀 而是互相残杀 原本 爸妈一心想让我过户楼房给妹妹 现在 我把楼给了妈妈 那么 妹妹怎么想 爸爸又怎么想 给文文就好了 给你妈那个蠢货干嘛 她大字都不认识一个 楼给她房租都不会收 要不然 你过户给我也行 爸爸语气酸酸的 我妈一下就火了 蹭一下从椅子上跳起来 李承贵 你说什么屁话 楼给你干嘛 给你去赌吗 爸爸爱赌 五十岁了 没有半点存款 这么多年来 赚的钱全赌没了 还欠了奶奶三百多万 奶奶早就不认她这个儿子了 我妈对她也没指望 把全部希望都寄托在我妹身上 当两个人的利益一致 把希望都放在我妹身上时 自然和谐 现在不一样了 楼房我不给妹妹 给她们两个中任何一个人 都会引起窝里返 果然 当着我的面 两个人开始吵了起来 周燕芳 我赌是为了什么 还不是为了这个家 多赚点钱 让你和文文过上好日子 赚个屁 这么多年了 你什么时候往家里拿过一分钱 要不是你滥赌 你妈怎么不把楼房过户给你 你妈都看不上你 没出息的东西 死八婆 你再给我说一句看看 喷一声 椅子重重被砸在地上 李斯文气的脸都红了 够了 你们都给我闭嘴 她冲爸妈发完脾气后 转头就对我笑 姐 晚上想吃什么 这变脸的速度我自叹不如 该配合演出的我 兴奋到 那道菜叫什么 佛跳墙 李斯文的脸一抽一抽的 想发火 又不敢发火 有趣极了 为了讨我的欢心 她还是照做了 光汤底都熬了十二个小时 连着一个月 以前从不下厨的妹妹 按我的要求 给我做了二百多道菜 每道菜都不重样 我妈周燕芳也不逊色 天天领着我出去逛街 买了五十多条裙子 最少花了五万块 还不够 我直接开口了 妈 我不怕死 就怕死之前 没机会用上喜欢的包 我把香奈儿最新款的 几个包链接发给她 她咬咬牙 贷款二十万给我买了三个包 还旁敲侧机 乖女儿 那楼房你准备啥时候 过户给妈呀 我点头淡定地说 很快 周燕芳瞪大眼睛看着我 眼神里满是期待 真的 真的 我继续点头 我可是真的要发财了 为了和我搞好关系 要到那栋楼 我爸另辟西径 给我选了快目的 爸爸请大师看过了 这是风水宝地 你死了以后葬在这里 到下面去也能吃香喝辣 看着眼前绿油油的山脚木群 我露出尴尬 而不是礼仪的微笑 我爸这是八步的我死了 怎么样 爸对你不错吧 爸可以请了好多大师 才找到这个宝地 你死也死得安心点 不是 说好的倾家荡产 也要救我的呢 才多久 这就装不下去了 那不行 我可得狠狠窄一笔 我背着手 在我爸面前来回踱步 沉思了一会儿说 这地是不错 不过 我早看中了南边郊区 一块墓地 据说死在那里 下辈子投胎 能成首富的女儿 就是有点贵 李承贵笑着问我多少钱 我默默比了个二 他沉默了一会儿 爸给你想想办法凑钱 他能有什么办法 跟我妈一样 办了贷款 这次把房子也抵押了 很快 二十万到手了 我感觉自己有点过分了 回家就跟妹妹炫耀 爸妈对我的爱 晚上 这一家三口 又躲在卫生间吵架 得知爸妈 给我花的钱 妹妹气坏了 你们两个花在 那个小贱人上 多少钱了 快一百万了吧 那都是我的钱 妹妹威胁他俩 要再敢给我花一分钱 就要跟我揭发他们 说他们是冲着我的钱 从没有关心过我 爸妈不准他乱说话 还怪他拖后腿 还不是你 不知道逃你姐姐的欢心 现在花点小钱算什么 那栋楼一年的租金 就回本了 早让你往他饭菜里下点毒 他早点死 我还用得着 给他花那么多钱吗 毒死他 万一被警察查到 我不就完了吗 三个人也真是不把我当外人 吵架的声音一点也不小 我听得清清楚楚 吵了一个晚上 他们最后得出的结论 还是让妹妹多给我做饭 送我早点去死 隔天 李斯文就给我整了烤肉 还点了烧烤外卖 不点啤酒 直接给我整上了二锅头 好家伙 白酒都整上了呢 肝癌最忌讳油腻和烟酒 不给我整啤酒 整白酒 看来真的很着急了 我不敢喝 要不你喝一口我看看 这有什么不敢喝的 他端起酒杯仰头 一口气喝了小半杯 没多久就冲进厕所拉肚子 我满意地跟着抿了一小口 胃里火辣辣的 像在烧 心里却美滋滋的 想让我病情加重 我的好妹妹 没想到吧 这只会加重你的病情 他从厕所回来 脸色惨白 晃悠悠地走过来 摸着脑袋自言自语 哎 我最近肠胃怎么回事啊 最近他经常拉肚子 还胃胀 而腹泻是肝癌晚期的表现 他想去医院检查 被我劝住了 好妹妹 你身体那么好 怎么可能有病 我微笑着对他说 哎 我快死了 可真舍不得我的家人 来 家人们 陪我多吃两口烧烤 为了帮妹妹一把 我连续吃了一个礼拜的烧烤 吃吐了两次 撑不住了 我开始换生鱼片 烤羊排 吃了几个月 爸妈的电话都被催债人打烦了 急了 忍不住在餐桌上试探我 童童 你不是肝癌晚期吗 怎么胃口气色还挺好的 我放下嘴里的羊腿 语气不爽 怎么 爸妈 你们就这么盼着我早死吗 医生都不急 你们急什么 周燕芳和李承贵 连忙笑着说没有 我们巴布的你长命百岁 对呀 哪个做爸妈的 不希望儿女健康啊 我在心里冷笑 你们才不是这么想的 这时 李斯文哭着 从大门外跑了进来 爸 妈 完了 医生说我也得了肝癌 爸妈马上站了起来 一脸震惊 李斯文钻进妈妈的怀里 一个劲地哭 我心里乐开了话 等你好久了呀 妹妹 跟着我吃香喝辣的这么久 你终于撑不住去看病了呀 怎么会这样 这肝癌还是遗传病吗 没听说呀 你姐姐得了 你怎么也得了 周燕芳看着癌症确诊单 眉头紧锁 李承贵用手机查 自言自语道 这网上说肝癌不会遗传啊 李斯文声音沙哑 让爸妈赶紧拿钱出来 给他做治疗 爸妈的脸一下就垮了 眼神一致望向我 我憋着笑 摊开手说 我没钱啊 我治病的钱 还不是找你们要的吗 说完我才发现 我刚刚中气十足 一点都不像病人 赶紧找不可了两生 思童 不是还有你奶奶吗 你奶奶最疼你了 反正那房子也是给你的 下个月的房租 让她直接给你呀 对呀 你看 爸妈为了帮你治病 花了这么多钱 实在负担不起 你妹妹了 你这个做姐姐的 也该帮帮忙吧 两夫妻一唱一和 摆明了就是要我把 之前治病的钱吐出来 我这根本没病 怎么找奶奶要钱 替妹妹找奶奶要钱治病 更是不可能 我又不是猪 我嘴上答应得好好的 到了奶奶跟前 直接把实话一说 奶奶听完后 坐在檀木椅上 闭了眼 老宅里就她一个人住 周围一片安静 我有点担心她会责怪我 不顾妇女亲情 假装得爱 她沉思了一会儿后 招手道 过来 我心虚地走到她面前 她抬手 用布满老茧的手 摸了摸我的头 干得好 李思彤 她笑了 奶奶 我也笑了 你爸妈偏心偏到 屁股眼了 敢把我的宝贝孙女 故意丢了 差点害我把眼睛都哭下了 他们和你妹良心 都被狗吃了 知道你得挨害 故意要害你 想要我的楼 做梦吧 你妹得挨活该 要我说 你妈和你爸也该得 看着就烦 奶奶边说边拍椅子 又生气又得意 对我竖大拇指 咱做人就不能受气 不愧是我的孙女 这楼给你给对了 奶奶脸上 满是得意的表情 她和我站在 同一个战线 还让我需要帮忙时 一定叫她不客气 我毫不客气地 在她耳边 说了我的计划 行啊 奶奶帮你 好好治治他们 回到家 我哭丧着脸 爸爸给我倒茶 妈妈给我切水果 妹妹拉着我的手 急切道 死老太婆 是不是不给 我摇头 双手捂着脸 惭愧地看着妹妹 对不起啊 妹妹 姐姐没用 帮不了你 李斯文甩开我的手 大声喊道 怎么可能 死老婆那么疼你 怎么会不给你钱 你不要说 给我要钱 说是给你治病 要花钱 我继续摇头 奶奶说 我这病治不好了 她不想浪费钱 打算要把房子 卖了全捐了 啊 三个人一口同声地 叫了一声 骂了奶奶半个小时 这个老不死的 脑子有病吧 天天就知道 涓涓涓 怎么不捐给我 骂累了 三个人坐在客厅 拉长了脸 突然 爸爸想是想到了什么 拍了下脑袋 对我微笑道 乖女儿 房子都过户给你了 老不死怎么卖 卖不了啊 我们不用管她 马上去找租户 就说下个月的房租 统一打到你的卡上 钱不就到手了吗 妈妈和妹妹脸上 立刻有了喜色 连连夸赞爸爸聪明 李承贵拉起我的手 就往外走 赶紧的 咱们现在就去找租户去 妈妈帮我穿鞋 妹妹也跟着穿鞋 准备一起去 这可怎么办 眼看门都要关上了 我集中生智 甩开爸爸的手 委屈到 爸 不能去 奶奶骗了我 爸妈和妹妹都停了下来 那栋楼根本没过户给我 李承贵跳了起来 对我冷眉竖眼 什么 那栋楼不是你的 我白花在你身上那么多钱了 他直接把我往外一推 变脸变得比翻书还快 周燕芳把我拉过去 满怀希望地问我 是不是搞错了呀 你奶奶不是最疼你了吗 我马上掐了自己 大腿一把 哭着说 对不起 我也不知道会这样 她的脸色一变 和我爸一样 用力把我往外推 没用的东西 你怎么还不死 我一个猎切 脑袋撞到了门把手上 太阳穴疼得厉害 紧接着 妹妹尖叫了一声 那声音快把屋顶都掀了 不可能的 不可能的 我白给你做那么多饭了 那栋楼都不是你的 一家人围着我 急得跺脚 七嘴八舌地 质问我到底是怎么回事 唾沫星子 不停地往我脸上喷 那感觉随时都能把我撕了吃了 我蹲在地上 抱住自己的脑袋 边哭边道歉 对不起 我也不想的 对不起有什么用 废物 李承贵踹了我一脚 李斯文和周燕芳 也跟着上前 对我脑袋扇巴掌 嘴里不断地骂我 垃圾 废物 怎么还不死 我打死你 幸好我提前防御了 没有伤到要害 心里还是有些酸楚 这就是爱我家人 有钱就是家人 没钱只是废物 我被他们三个围着打了不知多久 直到对面邻居出来劝说 他们才把我往楼倒推 砰一声 门关了 隔着一扇门 三个人还在骂我 扫把星 浪费我这么多时间 老不死的楼都没给他 一直在骗我们 有必要对他那么好吗 门一关 我就停止了哭泣 穿着拖鞋和睡衣 富尔贴在门口听他们骂我 果然我没有利用价值后 我亲爱的家人 就恢复了他们原来的样子 一点情面都不留给我 我只觉得又好笑又心酸 没关系 他们很快就会后悔了 几天后 奶奶的八十大受伤 我们一家四口又见面了 爸妈提了一堆补品 向奶奶求情 妈 我要的不多 就二百万 你也总不能看着你亲孙女 就这么死了吧 我爸说 肝癌的治疗 至少需要二百万 好家伙 一口气额前额这么多 肝癌的治疗费我查过了 一百万封顶了 看来 之前我要得太少了 宴席上 奶奶看都不看我爸一眼 喊了一下我的名字 李曼 我轻飘飘地走到奶奶身边 自然地给她按肩膀 心情极好 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 对我爸妈说 爸 妈 你们怎么来了 周燕芳和李承贵站在那里 有些吃惊 小声问我 你不是说奶奶 把你赶出来了吗 怎么你还跟她关系这么好 我和奶奶相识一笑 抬头恍然大悟道 哎 你们把我赶出来之后 奶奶可怜我 就收留我了呗 我故意阴阳他们 多亏爸妈的帮忙 两人脸色越发难看 不知道该说什么 那我就替他们多说几句 对了 还没来得及告诉你们呢 奶奶又把房子过户给我了 这次 为了好好气一气他们 我故意把房产证都拿了出来 爸妈看了看 房产证又看了看我 再次变脸 一个人拉着我的左手 一个人揽着我的右肩 哎哟 宝贝女儿 几天不见 怎么瘦了 赶紧跟妈回家补补 你没想你了 爸爸也想你 你的病好点了没 医生怎么说 走 跟爸爸回家 爸爸带你去北京 找最好的医生 我吃笑一声 甩开李承贵的手 背对着他们 看着奶奶说 奶奶有钱给我治病 我要跟奶奶住 不跟你们这穷光淡住 爸妈愣住了 嘴角抽搐 想说点什么 又说不出口 大概是想骂我 又怕得罪我吧 忽然 人群中传来一阵嘈杂声 瘦得跟鬼一样的李斯文 不知道从哪里拿来一把水果刀 用刀尖指着我说 你个不要脸的东西 你根本没病 啊 你在说什么呀 妹妹 我嘴上这么说 心里却在乐 太好了 总算不用装了 我去问过体检的医院了 我说怎么就那么巧 我们两个都肝癌 医生说了体检报告搞错了 早就跟你说过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你就是故意的 骗了我们这么久 起初爸妈还不相信妹妹的话 李斯文拿出医院的体检报告 爸妈看完气的脸都红了 伸手就要抓我 好啊 你个没良心的东西 骗了我们这么久 你这是故意要害死你妹是不是 我从桌底下钻了过去 爸妈也跟着钻 跌跌撞撞的 一个撞到手臂 一个撞到脑袋 叫嚷着我弄死我 我围着桌子转 他们也跟着转 没跑几圈 他们就累得上气不接下气 撑着膝盖 大喘气 亲戚和奶奶看戏一样 在一旁傻乐 李斯文指着我大喊 跑这么快 你根本就没病 索性我也不逗他们完了 跳上桌子 堂堂正正道 对 我就是没病 我就是故意的 底下的亲戚一片唏嘘 有人开始说我的不是 我也不慌 顿了顿 拔高了音量 就是故意骗你们的钱 害李斯文错过最佳的治疗时间 那又怎样 比得上你们 故意把十岁的我卖给人贩子 比得上你们故意给我吃荤腥油腻 巴不得我早死 侵占奶奶给我的财产吗 我只不过把你们对我做的恶事 一依奉还而已 错的是你们 不是我 逆子 我打死你 李承贵说着 跳起来又要打我 被几个亲戚拦住 他们都知道 我爸什么德行 也知道这些年来 我一直遭受的不公平待遇 加上我刚刚的揭发 他们也看不过去了 帮着我数落爸妈的不是 李承贵孤立无援 只能退一步 行 我不要别的 你就把钱还给我 周燕芳也说 骗我们的钱还给我们 从此一刀两断 我没你这么没良心的女儿 我从桌子上跳下来 敲起二郎腿 坐在奶奶身边 行啊 那钱就当作是 你们卖掉我的赔偿金 从今天开始 我们一刀两断 谁也不欠谁 没有感情 至少我还有钱 不爱我的父母 我也不需要 从今以后 有我奶奶的爱 和我自己的钱 这些就足够了 怪我以前太傻 总想着要爸妈的爱 羡慕备受宠爱的妹妹 真是笨死了 爱哪里有钱重要 更何况 他们对我根本没有爱 想得美 李斯文又窜了过来 挥着水果刀 我侧身闪了过去 被刀划过了脸颊 留下一道血痕 奶奶紧张地喊了一声 没事的 奶奶 我转头安慰奶奶 妹妹继续拿刀指着我 不仅要还 还要赔钱 我的病 你必须给我花钱治好 要不然 我杀了你 妹妹露出凶狠的表情 我摸了摸脸上血水 掏出手机 镇定地打了110 喂 警察吗 对 我要报案 故意杀人 我看着妹妹的眼睛 一字一句地说 李斯文冷笑 少吓唬人了 以为我怕你 警察有什么了不起的 警察到了后 我妹还嚣张地 拿着刀指着我 被警察喝了两声 把刀没收后 她还不老实 威胁等我出了大门 就砍死我 是姐妹 就砍死我是吧 你来啊 我故意挑衅 她气得鼻孔朝天 猛地咳嗽了两下 警察建议我们一家人 可以调解一下 我偏不接受调解 就是要告她故意杀人 故意杀人罪 判刑至少十年 不过 妹妹没弄死我 最多告故意伤害罪 我就是找个 吓人的罪名 吓一下她 向来宠爱妹妹的爸妈烦了 骂起了妹妹 没事给我找事 就是 还嫌家里不乱吗 你去坐牢吧 反正我也没钱 给你处理这些破烂事 妈 妹妹拉长了尾音 表情有些委屈 从小被爸妈惯坏的她 大概没想到 这个接顾眼上 爸妈自己都顾不上 那还有时间顾她 别说没钱给妹妹治病 就算有钱 她们最重要的也是还债 我是你们的女儿 你们不管我 谁管我 难道真的要看着我病死吗 你还好意思说 给你投资了那么多钱 你姐读书一分钱没花 考上重点大学 你走后门 花了十几万上个表演学校 说要当明星以后 飞黄腾达了 孝顺我们 又给了你花了几十万上 综艺节目 现在呢 还要花我们一百万治病 哪里来的钱 不如让我们去死吧 莫名其妙的 奶奶的祝寿宴 变成了三个人 互相埋怨的一场戏 当初要不是听你的 丢了你姐 今天她至于这样 对我吗 李承贵索性摊牌了 周燕芳也开始责怪她 是你自己说的 把你姐弄死 喽 就是你的 现在呢 人没死 你自己快死了 全怪你 我们两人这辈子的积蓄 都搭进去了 还怎么指望你 说着说着 三个人竟然扭打了起来 爸妈年纪大了 动作没我妹灵敏 我妈刚抓我妹的头发 扇了她两巴掌 就被她一脚踹到地上 我爸握拳 狠狠往李斯文头上砸 我妹吃痛一下 抓起桌上的碗 往我爸胳膊摔 场面十分好看 我抓了把瓜子 放到奶奶面前 边嗑瓜子边看了起来 警察愣了好久 才反应过来 把他们拉开 三个人头发凌乱 衣服裂开 头上 嘴角 手臂都是血 真是好一个 相亲相爱的一家人 我很庆幸 自己不是他们中的一员 后来 为了还债 爸妈 被迫把房子卖了 没地方住 只能租四百块钱的 街边小破房 连空调都没有 生活水平急剧下降 没钱后 两人经常吵架打架 后来离婚了 分别来奶奶家 找我要过几次钱 乖女儿 我是妈妈呀 爸爸想你了 你让爸爸看一眼好吗 我门都没开 任凭他们在门外 骂我白眼狼 李承贵和周燕芳没办法 都上了年纪 又欠了一屁股债 一个当保安 一个当保洁 倒是挺配的 至于我妹 我可真佩服她 每天都来敲奶奶的门 求奶奶给她钱治病 奶奶指着我说 这个家 你姐当家 楼房都是她的 我可没有钱 要钱 你找她 扑通一声 李斯文跪在地上 可怜巴巴地望着我 姐 求你了 救救我 爸妈都不管我了 我只有你了 我是你唯一的妹妹 我指了指脸上的疤 那种会砍死姐姐的妹妹吗 不好意思 我不要 我转身就要走 妹妹拖着膝盖在地上 抱住我的大腿 呜呜呜 我错了 我错了 姐 求你了 就当是借我的 我以后一定还你 她哭得眼睛都肿了 我扒开她的手 笑嘻嘻地告诉她 不用钱 这癌症很好治的 只要你吃我做的饭 很快就好了 李斯文眼神呆滞 半天说不出一句话 来我迅速从厨房炒了一盘辣椒炒猪肝 一盘白灼虾 端到她面前 香味肆意 吃啊 妹妹 你放心 我可没下毒 内脏和海鲜 是肝癌患者最忌讳的 她看着桌上冒着热气的猪肝和虾 根本不敢动 灰溜溜地回去了 她还是不死心 每隔一段时间来一次 我把爆炒肥肠 红烧猪蹄 羊排 羊腿 烤肉 都整了个遍 我厨艺精进了不少 她愣是一口没吃 后来她再也没有来了 拖着病烟烟的身体 做起了擦边主播 一边治病 一边赚钱 刚开始凭着她的年轻和姿色 加上她每天直播十二个小时 还能有点人气 后来化疗 她掉头发 暴瘦 脸色奇差 连美颜滤镜也就不了她 人气暴跌 听说她成了某个榜一大哥的情人 奔现后 又被抛弃了 直到她病死的那一天 我也没再看过她 毕业后 我接过奶奶给我的一串钥匙 安安心心地做我的包租婆 好了 这就是今天给您带来的全部内容了 大家记得订阅留言哦